12月12日由福建日报报业集团海峡岛报社福建省金文同报联谊会 台湾金文同乡会总会联合主办的第13届海峡论坛 两岸传统记忆飞翼项目展演在极美隆重启动 现场参加展演的除了飞翼项目之外 还有7个台青的文创品展位 其中一个展位属于来自台湾南投的严学导师郑问恒 他酷爱中华六亿 于是来到大陆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创立六亿实验室 展位准备了头骨道具 现场许多年轻人跃跃欲试想体验飞翼小游戏 参观展演活动的国台办副主任龙明彪 在郑梦恒的盛情邀请之下 也举荐投掷体验头骨的鲤鱼区 近两年郑梦恒时常走入乡镇 通过线上短视频 结合线下研学课程体验的方式 与孩子们共同探索六亿文化 用有趣的方式呈现传统文化 挖掘其背后蕴藏的深厚底蕴 文化华彩和人生百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